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今天带大家看一对奉行蔬食生活的医生夫妇 刘翔朗与林云琪 两位原本笃信吃肉才会有营养的主张 现在却在家进行蔬食革命 医生夫妇一家四口加两只猫都一块吃素 原本婚素不济的医生家庭 是怎么样的进入全蔬食的生活 又是怎么样的实证和发现 让刘翔朗和林云琪夫妇 抛弃过去所学而完全拥抱全蔬食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他们一家四口的故事 走进林云琪与刘小朗医师的家 女主人林云琪抱着家里高龄16岁的爱猫咪咪 出来迎接 你可能不知道在两位医师的家里 不只是全家人吃素 连两只宠物猫基本也以蔬食为主 而这个医师家庭的全蔬食生活 已经持续了23年了 今天做了三道菜 夫妇的生活习惯 这个你的取名是 就江山豆腐 江湖的过程 你在做菜这个 实际上我们走入这个蔬食 说真的很特别 原来在1990年 林云琪的姐妹在美国展开全蔬食生活 此举启发了林云琪 从此她开始投身研究 就是基于我们过去的教育 就是把那个动物性的食物当作完全蛋白质 植物是不完全蛋白质 就让我们认为说 我要是没有吃动物的话的东西 那我会蛋白质会缺乏 它其实是一种组合嘛 你搭配很多食物 所有的氨基酸都有 这个发现让林云琪亚依不已 因为它完全颠覆传统医学 所谓动物性蛋白质至上理论 其实很简单 豆腐加上白米饭 它所有的氨基酸就都有了 所以它就是一个 两个组合就是一个完全蛋白质的食物 后来一直在探讨下去 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健康的食物 那我就决定我也要开始吃了 就这样因为女主人的觉醒 巧巧开启了一家四口的蔬食革命 而最先受到影响的 是男主人刘祥朗医师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厨两制 那刚才那个 所以我还是照样煮婚的给他们吃 然后我自己做一点简单的素的 自己来吃 后来刘医师 他还是蛮有爱心的 他说 那我就觉得 他也要上班嘛 因为职业妇 你都那么忙 对不对 又要照顾小孩子 那干嘛为了我一个口 口腹之欲 一定要坚持吃肉 因为体贴太太 刘祥朗渐渐开始吃全蔬食 而刘家的一双儿女 顺理成章地跟着从小吃全素 对 他选择 五年级 对 所以我就中午给他准备便当 他就带着便当去学校 我儿子可能是受我们的影响 他那时候比较小 女儿比较大 所以儿子就觉得 蛮好吃的 他也觉得 因为听我们在讲 说蔬食比较健康等等 他自己决定他要走这条路 打开刘家的书柜 满满都是饮食健康相关藏书 全蔬食的好处是什么呢 两位医师立刻会引用科学研究数据 这么告诉你 吃植物人 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的话 他的血压高还有糖尿病 还有他的尿酸会比较低一点 跟一般比的话 大概就是简单讲 吃植物的东西比吃东西的那个胃肠道 尤其在做内饰性检查 这看起来很漂亮 主攻肝胆肠胃科的刘祥老 和内科专业的林云琪 两人携手在蔬食路上同行 一走二十三年 两人堪称是台湾一届最知名的 全蔬食夫妻党之一 以他们的专业与经验判断 究竟全蔬食生活会导致营养不足吗 答案是否定的 真正的黄金组合就是五股杂粮加上豆的 就这样子而已 那这个好处差在什么 除了刚刚讲二十六种胺基酸 全部有一外 你看那些抗生素 环境后膜它少很多嘛 还有一些慢性花园的物质 还有一些细菌等等 全蔬食是一种选择 对于拥有专业医学训练的林云琪 与刘祥朗一事而言 为了健康环保 他们会坚持下去 刘祥朗和林云琪夫妇 他们对于健康的标准 真的是极其严格 又因为他们是医生 学有专精 他们的蔬食经验 更是有说服力 所以无形之中 他周遭的朋友同事 很多人也开始慢慢地吃素了 自己本身吃素了以后 很多的受益 希望把自己受益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念头 刘祥朗与林云琪 这对蔬食医师夫妻党 开始了他们马不停蹄的 蔬食推广生涯 林云琪大概这四年来 大概平均一年三四十场有 那我大概从这 我比较慢 这四年来 大概应该有四十场 加强应该有四十场 数字颇惊人 两人认真的程度 其实从家中随处可见的感谢状 就看得出端倪 这二十一世纪也可以知道说 动脉因化相关疾病 还有癌症 还有地球软化造成的伤害 这三大的问题 都跟吃肉太多有关系 所以我也有这么多的正确的信息 那我也尽量尽我这个地球公民的本分 只要有人邀约包括企业百忙之中 再怎么忙 我都把它列为第一休闲 抱持着能多影响一个人也好的心理 他到处奔波演讲之外 刘翔朗更从身边的朋友同事做起 如果你长期去研究 事实上植物还有很多可以开发的地方 除了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之外的话 对我们很多过敏性的疾病 它有很多疾病是有很大的帮忙 刘翔朗的苦口婆心没有白费 几年来亲近的社交圈纷纷有了改变 因为大家一开始好像就是 对素食还是不是那么的人的认识 所以刘翔朗就是鼓励大家 大家有时候在公司一起聚餐 中午的时候就是请大家去买个蔬食便当 大家一起在会议食餐吃饭 为了支持大家见次改变饮食习惯 刘翔朗也常自套腰包请吃蔬食餐 而到现在为止 刘翔朗的公司同仁中 至少已经有一半以上开始尝试全蔬食 仿佛像是一个同心圆般 以刘翔朗林云琴两位医师为原心的蔬食联盟 开始渐渐向外扩展 实践全蔬食生活数十年 有很多人会对刘翔朗夫妇提出问题 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 请问蔬食怎么样才能够吃的美味呢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 细心品味就能够吃出菜更香 每到刘翔朗与林云琴两位医师的用餐时刻 刘翔总会飘出阵阵香味 谁说坚持奉行全蔬食主义 就绝对难以兼顾美味呢 林云琴的好手艺和创意 要让大家改观 水果椒是这个甜椒是可以生吃的 基本上这个水就随意啦 看你要吃的 你有多拌会多加一点 比较不会熬干 倒一点酱油 所谓豆腐泥 其实就是豆腐的半成品 而这个食材是林云琴厨房里的常备物 其实林云琴的美味标准很简单 强调的是食物的真味与蔬食菜更香 料理豆腐泥 林云琴用水煮 所以适量调味 不放油没有油烟 简单中有巧思 例如最后拌上的绿色香椿 让豆腐泥美味升级 原来二十三年前 当刘家全家开始全蔬食生活时 林云琴的一双儿女 小的才念小学 身为母亲的林云琴 以此费尽心思钻研 食材务必营养均衡 这个东西指的是一般较不常见的海龙头 这个很多椒原蛋白 对 其实是养颜美容健康都有 很简单 有很简单 它这个胶质也很丰富 因为最主要是 它的味道要进入到里面 这道海龙头料理 是刘家的独门家常菜 口感鲜脆的海龙头每会一下锅 全家人就开始流口水 连家中的小猫咪也不例外 可以开动了 穿着红色围裙的林云琴 为家人细心烹调 蔬食美味 此刻的她不是专业的医师 只是一位誓言 维护家人健康的母亲与太太 其实我觉得还是泡酒 有点比较软 这才会更好 对林云琴来说 引导全家开启全蔬食生活 从此必须餐餐亲自下厨 家人间的感情跟邻居是另一种收获 刘小朗夫妇 他们一路走来到处去演讲 分享他们的经验 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 跟他们一样知道蔬食的益处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重环保 重健康 加入蔬食的行列 蔬果生活制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太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